这是你就任菲律宾总统后首次访华 也是你首次正式访问东盟以外国家 你还是今年中方借贷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48年前 你的父亲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洞察时局 顺应大势 共同做出了中非建交的历史性决定 你本人也参与见证了期间一些重要的交往 对于那段历史佳话 很多中国人至今儿熟能详记忆悠心 这份情谊弥足珍贵 这份情谊弥足珍贵的主意 而保持環境仍是仍然的力量 背後的新的經濟經濟